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问同修,问这个碎纸机能不能碎亡人的照片和普通的照片呢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碎纸机很有用的,这个你问的很好 其实很多经文啊,不遗留的啊,什么东西碎掉 因为它不烧,它一碎之后啊,它就打散了 打散了就像我们说打散了一样,散掉之后它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所以很多东西你不愿意留的东西,你一定要用碎纸机把它碎掉 你碎掉之后啊,你真的找不着了,倒反而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今天一问呢,很多人受益 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要不停的提问题 师傅,因为我想不到一些问题来回答你们 你们想到了,我一讲给你们听,哎,你们就受益了,明白吗 那师傅,我问一下,就是同修给我问题 这个同修的问题,我问了,让大家受益 这个同修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呢 这个同修有功德,你也有功德 我举个简单例子 观世音菩萨十倍众生传下心灵法门,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那么台长,观世音菩萨功德大不大了 大,好了,那么师傅现在 帮着把这个心灵法门传给你们啊 那我有没有功德了 哦,功德也很大 那好了,那这个人想出来这些问题叫你来问 那你问了之后受,大家受益的话 你说他有功德吗,他有 那你,你帮他问的,你有没有功德了 哦,也有 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